习近平和另外六个中共常委连续六天没公开露面 2月12日 据《希望之声》报道 外界注意到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 从2月6号至今 习近平已经六天没有公开露面 更诡异的是 另外六个中共常委也在同一时间隐身 2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说 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于11号 在一个海洋峰会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视频致辞 该峰会由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主办 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 与会多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中方派出王岐山 引发外界对习近平行踪的关注 习近平在2月4号 5号与北京密集会客 期间 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破了中共的防疫规定 抵达北京后没有隔离 当天就与习近平面对面会谈 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式时 普京又被发现没有戴口罩 之后习近平又在5号一天之内连续会晤 至少10名国家元首及国际组织领袖 还在金色大厅以国宴招待这些来宾 宴席上宾主自然也没有戴口罩的道理 自国宴次日 也就是6号开始 习近平突然隐身 仅分别在7号和10号以电报形式 向登基70周年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智贺 以及慰问确诊的土耳其总统夫妇 对于自称核心的习近平来说 一连消失6天是反常的 更离奇的是 其他6个常委也在同一时间隐身了 从6号至12号七常委中没有一人公开露面 对此外界的猜测包括七常委中有人确诊 以及中共内斗出现变数 各种猜想都有可能 也都暂时找不到足够的证据 除每年的北戴河休假之外 习近平上一次长时间隐身 恐怕要追溯到2012年9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 他当时消失了两个星期 后来通过香港媒体传出消息指 中共高层就接班人问题出现严重分歧 周永康 徐才厚等密谋暗杀习近平李克强 胡锦涛深夜接到消息 紧急派人保护 使习躲过一难 而当前的局势与十年前有相似之处 就在此前两天 一篇四万字道习长文在海外热传 题为客观评价习近平 预言2022年将是习近平最大转折点 即便他能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 也会2027年面临全面破败 学者们推断 这是中共党内反习势力的集结 反映出习近平的政策路线已经伤害中共权贵的根本利益 政论人士恒河11号在新闻大家谈节目中分析说 这已经不仅仅是反习势力的试水文 更像是一篇习文 二十大之前外界将会看到中共内部非常激烈的争夺战 另外 2月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针对中共提出一项迄今最严厉 最强硬的提案制裁中共法 制裁对象包括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 也就是包括政治局委员 常委在内的整个中共政治核心都被列为打击目标 一旦通过 将是核弹级武器 即便只是在讨论阶段 考虑到目前正是中共政治敏感期 这项提案对北京的打击 以及对中共内斗的影响 也不可低估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七常委突然隐身 背后究竟在酝酿什么 相信会是接下来各界关注的重点 时刻新闻播报